2015年7月,我把中国正式提出的call互联网夹的口号,P2P网贷平台,因此在一夜之间兴起,并迅速封你全国。 然而网贷行业最大的问题在于完全没有问控机制,资金来源及真实的资金,流向,也无从监管。 这个行业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,就注定乱向横生。 下面是网贷亲眼的月报数据,2015年底,我大中国P2P网贷平台总数累计3844家,网贷也额规模模一。 其中类伎问题平台,据实连,无法期限或警方跌入,总数1246家,问题平台占比32%。 正以为住这个行,业统一开始,就有三分之一的平台,处于,问题状态。 2016年8月,网贷平台总数,上升到4202家,其中问题平台总数2355家,占比剧烈上升到56%,问题平台占比过半。 这一位住行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,从8月份开始,我大中国开始对网贷平台的经营秩序进行治理,出台了一些违反性政策。 但是无济于是,2016年底,我大中国P2P网贷平台,总数4624家,其中问题平台总数2710家,占比59%,规范化制里没有任何结果,此后的情况就处于失控状态了。 2017年6月底,网贷平台总数,上升到4979家,其中问题平台,加数3209家,占比64%,2017年年底,网贷平台总数5382家,其中问题平台加数3631家,占比67%。 2018年6月底,平台总数6631家,半年时间先增了1249家,与此前一年只增加700家左右的增量相比,现在的增量高到赫然。 这当然是由于韭菜不够用了,于是增加了镰刀的数量,以增大收割面,然而平台的硬伤依然存在,情况依然失控。 6月底的问题平台加数,提升到4435家,占比依然高达67。 在这里,我懒得一一列举,今年出问题的平台名称了,超过三分之二的网贷平台长,年处于崩盘状态,正或能意味着一件事,所谓P2P网贷,所谓互联网家,已经是即死亡了。 或许,在今时今日的技术与社会制度条件下,握大中国强行发起的互联网金融浪潮,本身就是一场错误决策吧。